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钟翰梁将与袁冰炎合作拍戏 两人相差18岁,演CP合适吗? 这两天,关于钟翰梁将再次出演古装炎情剧 搭档袁冰炎的消息在网上转得沸沸扬扬 这次之所以会让不少人关注 则是因为钟翰梁今年已经47岁了 居然还是演偶像剧,是不是有点太油腻了?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部江拍的《清城一清欢》之前 爆出来的男主是林庚新 只是没想到突然又换成了钟翰梁 其实如果男主真的是林庚新的话 可能大家的反应不会这么大 林庚新今年33岁,袁冰炎29岁 俩人年纪之差4岁 看上去倒还算是般配 但是换成钟翰梁后 俩人就差了18岁 虽然在外貌上看起来钟翰梁还是很年轻 也是般配 但是想到年龄的话 就总有种是看妇女的感觉 而之前在拍《景心四玉》的时候 俩人差了16岁 就让不少观众吐槽没有CP感了 但是钟翰梁作为天涯四美之一 粉丝和路人粉的基数都很庞大 所以口碑不怎么样也没有影响她的播放量 而自带流量本来就是资本的最爱 所以如今再次找她出演偶像剧也并没有多少人 感觉到奇怪 就是一些网友觉得已经47岁了还吃偶像剧的红利是不是有些过了 毕竟不少男演员在到了她的年纪前就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 但是认真的说起来 她想转型还是挺困难的事情 从她近些年的作品来看 无论是何以生肖默还是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都是言情剧 口碑也都不错 但是天龙八部就不是言情剧 口碑就十分的拉胯 至于孤芳不自赏和锦心似玉 虽然口碑不上不下 可播放量都非常的可观 这样看来她转型还是真的挺困难的 可对她来说也有些不公平 一方面大家喜欢看她演偶像剧 另一方面却嫌疑她年纪大 就有些矛盾了 而且比较下来 她的现代剧造型比起古装造型的口碑 也好了很多 所以不少网友觉得以后 她可以少接古装戏 多接现代戏 说不定戏路也会满满的变宽一些 至于这部《青城易清欢》 也是改编字网络IP 在人物的设定上 也是男主和女主差很多 女主甚至还喊男主黄叔 但是从内容上看 也实在是狗血和玛丽苏 不说简介里那句 小东西 你往哪跑 但是书名王的女人 谁敢动就让很多人接受无能 至于影视画后 是否还有这么雷人的台词 还是会进行改动就不得而知了 但总的来说大家并不太看好 但是袁冰岩是当下热门的古装小花 钟翰良的热度也一直不差 所以他们的合作资本 也是喜闻乐见的 另外除了这部作品外 钟翰良还有另一部 让网友们期待的作品 就是和李小冉合作的往后余生 去年编剧百邦咪在网上爆料往后余生将要开拍后 就让很多网友期待 因为这是钟翰良和李小冉十年后的合作了 当年他们的来不及说爱你被很多人称为是最成功的影视画作品 之后俩人就再无合作 而在《来不及说爱你》中 俩人的结局也让不少人觉得遗憾和惋惜 所以大家都希望在《往后余生》里能再续前缘 最近这两篇 比起《青城一青欢》之外 钟翰良的《往后余生》才是更让大家期待的作品 不过不管怎样 作为知名的男演员 钟翰良的演技和颜值都是在线的 只不过年纪已经在这里了 大家还是希望他能多拍一些其他类型的作品才好 你觉得呢?